A股应和暴跌 反弹还能延续吗 大家好 我是陈公 按理摩信仅供学习不构成投资建议 今天给大家解决两个问题 一 是今天A股大跌的原因 第二 反弹是否还可以延续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 逻辑在哪里 好 我们先来分析A股今天大跌的原因 一 技术面的因素 连续上涨后 上阵指数涨幅已经10% 到达前期称交的密集区压力位附近了 科创50指数第一位反弹20%以上 也到达压力位了 也就是说技术面本身就有灰条的要求 我们看一下上阵指数啊 2863点建低以来 这波反弹10%了 前期的称交密集区肯定是有压力的 我们看到之前的压力 基本都是在中轨或者是30日的多空线 你看这次他突破了一下中轨 但是大家要明白啊 突破中轨 中轨呢他还是下跌的 也就是说突破中轨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是一个变盘的时间窗口嘛 也就是说本周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盘时间窗口 它出现了一个小阴线的修整 今天我攀迁给到的观点是 今天呢会有对3100点的回踩 但是收这种大阴线的概率呢 我没看出来 说实话 比我预期的呢要更空一点 而这个大阴线把中轨3100点给跌漏了 就形成了一个起跌的标准 所以今天上阵指数的这个方量大阴线呢 是卖出的标准 在今天的五评的文章中呢 我也给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啊 分高减仓为主 回调下来以后还是低息的机会 把波段要给他做好了 这起上阵指数会回调到哪里 我一会儿还会给大家进行逻辑的解析啊 好我们看一下科创买啊 科创买之前的压力位呢 也是达到了中轨 它就下来了 那这次呢 它突破了中轨 今天是刚好回踩到这块 但今天呢是方量的啊 并且也出现了主力买力的卖出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想这个中轨破了的概率要大一点 但是回调下来 仍然是低息的机会啊 我们可以用均线看一下吗 你看科创50指数刚好是到达60日的生命线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 所以踩一脚下来再上 这是很正常的啊 二次确认一下跟健康 好我们接着回来分析啊 很多的股票涨幅50%以上了 个别的股票短线走出了翻倍的行情 好咱们看一下亨电东瓷啊 这是之前呢 咱们就解读过的一个品种啊 你看它每次出现了 运龙汇聚七涨星号 都能走一波行情 那这次呢 也是稍微破了一下年限啊 收出了一个转世金K 12.27涨到24.5 刚好翻倍了 所以很多的股票短期这样翻倍以后呢 它是面临霍利盘的和解套盘的抛压的 它有修整一下的需求 那亨电东瓷呢 也出现了阻力买力的卖出的一个标准啊 所以这个位置就不能追了 好咱们再回来啊 三霍利盘解套盘均需要消化 技术面本身有回调的要求 只是回调强弱的区别啊 总结一下 涨多了回调一下很正常 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 才有力度二次回彩后仍然是低息的机会 好我们再看一下外部的因素 一 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宣布启动 印太经济跨价首批13个国家参与 美国用印太来取代亚太 本身就是要稀释已经成熟的亚太经济合作网络 以正硬化的地缘政治思维 切割亚太地区内生性的经贸合作网络 以此来唯独打压我国的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快速发展 我个人认为啊 美国这种下三滥的 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不惜损害盟友的利益 去制裁打压对手的方法 是不可能得逞的 我们反观一下欧冲突 欧洲是配合老美去打压制裁俄罗斯的 结果呢 欧洲国家却是受到影响最大的 无论是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 都有可能在欧洲爆发 但是老美呢 他却是收益的 所以全世界已经看出了老美的这种嘴脸啊 哪里有美国人的存在 哪里就不回太平 他永远是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 这与咱们中国的共同富裕呢 是相对立的啊 所以我相信咱们中国必胜啊 第二呢 是北上资金全天流出了95.49个亿啊 这流出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呢 是欧欧冲突生机 带来能源粮食危机 等等的担忧 第四 猴兜病毒在多个国家爆发了 病死率还远高于新冠病毒啊 是否会大规模大范围的爆发存在不确定性 这也是一种担忧吧 总结一下 以上利空实质性影响有待观察 但情绪上的影响可是实实在在的啊 所以我认为这些影响是短期的 好 咱们再来看内生因素 一 国内新冠疫情虽然趋向于好转 但是仍然有再次爆发的风险啊 我是在北京的 从我的感受就是很多的地方呢 都是在家里办公的 对这个经济的影响呢 确实是比较大 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啊 二 经济数据不佳呀 涉容也是不及预期的 三 四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历史罕见的超过了欧美 因为欧美他们已经躺平了 但是中国呢 是要管控清零的 所以在失业率和就业率方面呢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可以理解的啊 中美欧三个主要经济体 四月份调查失业率 欧洲为6.2% 中国为6.1% 美国为3.6% 四月青年的失业率 中国达到18.2% 欧洲为13.9% 美国为8.6% 历史罕见的超过了欧美 没关系 都会过去的 这是特殊情况 四 就业率也不理想啊 五月24日 网传花郑毕业生就业率不到20% 图片显示 一份花东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统计表 表中共有4750人 其中仅有802人找到工作 整体就业率不到2% 花东政法大学就业中心工作人员 回应称不是真实的情况 毕业生就业率不方便透露 不管是不是真的 我也相信不是真的 但总体我相信就业率确实不太好 这是我的感受啊 总结以上利空 均与疫情有关都是暂时的 随着疫情的清零 在政策的鼎力支持下 一切都会好转 再说了 不是是货币的轻预表 而不是经济的轻预表 在宽货币宽政策宽信贷的背景下 对于股市反而是友好的 所以越是在外部环境 内部环境都不太好的情况下 越需要股市 股市越容易涨 咱们看一下政策支持经济的力度啊 这是今天发布的一个新的消息 洋行 银保监会召开主要金融机构 货币信贷行事的分析会 研究部署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M1 M2增长 表示的是货币宽松 但是呢 涉容是降低了 表示他就没有流向实体经济 所以信贷宽 才是真正的宽 很显然 咱们这块信贷力度是要加大了啊 重点偷向的领域啊 围绕中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型 能源保供水利基建等 加大信用支持的力度 是不是我们投资的方向也就明确了 这波回调下来以后 是不是低息的机会啊 像绿电建设 风光水河 新基建 等等 这些与能源改革的赛道 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都是政策鼎力支持的 因为中国要在这场能源的革命中 弯道超车 彻底摆脱对石油 这种传统能源的依赖 从根本上解决 美元依靠石油成为全球的通用货币 而去掠夺全世界财富的这个格局 彻底走向自主独立发展的快车道 带领全世界共同富裕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早评的时候 分析的一个重磅的温掌 国常会的进一步步属 经济一篮子措施 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详细内容 大家可以回看我今天盘前的视频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5月23号 做的上阵指数的交易计划模型图 我认为在车口3100点附近 会修正 我的观点是不破表示强 破一下也没关系 回彩一下还会继续上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下杀的力度如此之强 这就不得已的下修一下下方的空间 因为成功给大家制定的交易模型都是超前的 所以它一定是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啊 这一点大家要理解 因为超前的它才是有意义的啊 好 我今天呢 又给大家做了一个交易计划模型图 既然大云线出来了 它会有一个惯性下杀 除非明天直接反报 而这种反报的概率不大 所以惯性下杀一下 这波反弹的黄金风格位 刚好在2960点附近 也是前期回彩的一个低点 刚刚把3000点破一下 3000点是政策底 跌破3000就会有神秘的资金来救市 所以2960点附近一旦止跌 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建仓点 今天五评的文章 我已经给到了建仓降低仓位 对吧 那么如果在2960附近确认止跌了 同样我还会给到大家客观的一个逻辑 成功给到大家的都是客观的逻辑分析 能掌握了就是自己的能力 仅供学习不够成投资建议 大家赚了钱的也是自己的能力 亏了钱的也是自己能力还不够 还需要继续努力的学习 我们再看一下板块 对于板块 今天是普跌全面回调的 我们这波涨幅呢 比较大的像煤炭 你看这个模型 连续两天的冲锅回落 典型的卖出的标准 汽车类的都是最近反弹幅度比较大的 均到达压力位缺口和粘线附近 一个大阴线同时出现了阻力买力的卖出标准 那很显然 今天我们把驴儿放到里就可以了吗 等待下一次的起张点 好我们看一下航空 航空可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这波1391点也给大家把握住了 反弹刚好是在千奇的称交密集区 声明线附近你看今天先突破又反跌 结果还把政党平台跌漏了 出现了阻力买力的卖出标准 那很显然今天也是卖领啊 所以我在今天五评文章中提示大家 要获利了结了 把驴儿放兜里调下来再递息 把波段给做好了 就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啊 我一定要把逻辑给了大家 让大家能理解了买卖的标准 好我们再看电器设备也是一样的啊 反弹到60日的生命线 千奇的称交密集区的下院 同时也出现了阻力买力的卖出标准了 也是属于卖点 好我们再看医疗保健啊 这个医疗保健就太肉了 这也是咱们看好的 但它似乎不长没有办法 不可能我们所有看好的都强啊 但是我逻辑已经是给到大家了 为什么看好医疗保健 我相信虽然医疗保健最近弱一点 不排除后期 其他品种弱的情况下 它又强了 因为现在板块之间的分化和轮动 还是比较大的啊 所以对低位的品种来说呢 我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医疗ETF 或者是亨生医疗ETF 分批在低位定投 中长期做下去 是有希望跑英古城巴菲特的啊 这是有大数据咱们做的统计 也是适合于咱们白领 或者是小白朋友的 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策略 就是在周线级别 连续大跌50%以上 周线级别到位出现了周线级别 黄金污点公正的 期涨标准的情况下面 去定投这个行业的ETF 中长期下来 跑英古生巴菲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种品种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他的逻辑啊 缩小下来就明白了 看他现在挺空的 跟这一样 看他挺空的 看他挺空的 之后都是再创新稿 所以随着事件的推业 这波同样是会再创新稿的 因为医疗保健是属于 非洲气性的防御性的品种 它就是正当攀升的 它是属于必选消费 老朋友点赞转发评论 新朋友关注成功 在西瓜视频的首页 加入咱们的粉丝团 粉丝团的成员突破1000 或者是总的粉丝人数 突破10万 那成功呢 会在咱们平台免费的 把这种智能亮头的 编程的课程去交给大家 算是给到粉丝朋友的福利